欢迎收看小李说球正式确认 根据最新的消息呢 马林在最后的采访中呢 也是回应了 国平队球员伤病的这个王曼玉呢 也是大概率会出席这个比赛的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吧 后面的话就期待他们能够越打越好 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呢 这个 还有八天 还有八天 八号抽签表的话 其实还有七天 加油吧 这个七天就要打了 曼玉后边的话还是 我觉得就是回来打球的话 还是要调整状态 对吧 把状态调到最好 才能把这个比赛 才能把这个比赛打好吧 对吧 因为如果你没有更好的状态的话 其实也难 你看现在沉梦的状态就是迷 迷一样的状态 现在大梦的状态说实话 非常的迷 迷的 迷的等等的 迷的等等的 怎么看这个迷了等等的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那你得问他 问我不好死 对不对 那你得问他 问我那好死 迷了等等 成迷的活呢 加油吧 对不对 可能确实现在 我觉得他以前不怕左手 我以前陈梦怕谁啊 巅峰陈梦 谁都能赢 对不对 巅峰梦谁都能赢 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 然后调整好自己的能力 是吧 下一步就是德班 德班为民 加油吧 再见 自己的 他们可以找他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